美中的科技冷戰持續擴大 華爾街日報報導 拜登政府打算把4G晶片 也納入對華為的出口管制範圍 等於說他不再針對 只有針對先進的5G晶片 徹底要封殺華為的後路 不過外界更關心的 應該是美國去年七月 大張旗鼓通過的晶片法 在正禮拜二公布了 補助申請規則 接受優惠的業者 十年之內恐怕不得付中國擴產 拜登政府從上到下都很明確表示 晶片法的實施 攸關了美國的國安 最大的目標就是要重建 美國本土的半導體供應鏈 要把晶片的尖端生產 研發技術通通握在手中 而為了要適應全世界半導體進駐美國 這個晶片法 將會提供三百九十億美元 補助在美國本土新建 或是擴大晶片生產 另外也會提拨一百一十億美元 支持晶片技術研發 而且你在美國投資設廠 可以享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五的租稅優惠 估計就相當於是兩百四十億美元 那對單一案件的補助金額 將會限制在該申請案件 資本支出額的百分之十五以下 重點是你只要申請了這個補助的企業 你就必須跟美國簽訂一個協議 如果你在知情的狀況下 跟有國安疑慮的外國實體 進行技術研發或授權 必須要退回所有的補助金額 而且你在獲得補助之後 在十年之內 不可以再有相關疑慮的國家 擴大產能 那這樣看起來 很明顯針對的就是中國 另外還有一個分潤條款 如果廠商呢 你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補助 之後必須要跟美國政府分享 超出預期的獲利 而且這些補助 不可以用來發股利 或是回購公司的股票